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 于4月14日至17日访华 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通过视频方式 会见了克里特使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政华 同克里特使在上海举行了会谈 会谈绝食后 双方发表了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这次会谈期间 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领导人气候峰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6次订阅方会议等议题 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通交流 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对话合作渠道 双方强调 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发展 严峻而紧迫的威胁 中美两国将加强合作 与其他各方一道共同努力 应对气候危机 全面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及其巴黎协定的原则和规定 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做出贡献 双方将继续保持 沟通对话 在强化政策措施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支持发展中国家 能源地炭发展等领域 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